感谢你们的支持 妈爹讲故事满三周年了 那么华宝要特别跟你分享 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的APP 已经隆重上线 邀请大家可以马上下载体验 新的APP呢 有更完整的故事分类 更贴心的播放功能 还有限时免费三个月的 妈爹小知识 每天都有新内容可以听 当然了 也有最新上线的恐龙小学 原创广播剧 快下载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APP 让华宝给你最好听的故事 小房子 作者是维吉尼亚·李巴顿 翻译林真美 那么这本书是由远流出版社出品 小房子 从前从前 在一个乡下地方 有一间小小的房子 这是一间小小的漂亮的房子 而且啊 盖得非常的坚固 盖这间房子的主人曾经说 唉 不管别人出多少的钱啊 都不可以把这间房子卖掉 嘿嘿 我要把它传给我的子子孙孙 一直到我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 也住在里面 嘿嘿嘿嘿嘿 小房子站在秋林上 一边欣赏风景 一边过着快乐的日子 天亮了 太阳就升起 黄昏到了 太阳就沉下去 今天过完 太阳明天还会再来 但是昨天和今天 却一点一点在起变化 不过只有小房子 从头到尾 都是一个样子 晚上一到 小房子就开始欣赏月亮 一弯细细的明月 渐渐地变云了 然后又渐渐地 渐渐地变细了 没有月亮的时候 小房子就欣赏星星 而且他还看得到 远方城里的灯光 小房子总是想 城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住在城里 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小房子周围的景色 也跟着起了变化 春天来了 白天变长了 天气也暖和了 小房子恨不得 只跟鸟们 快快从南方飞来 田野的草变绿 枝头上长满了嫩芽 苹果树的花开了 河边还有小孩在玩水呢 漫长的夏天来临 在大太阳下 小房子旁边的那些树啊 都换上了绿色的新衣 秋林上长满了一片 白茫茫的小橱菊 天里的农作物长好了 苹果也开始变红了 小房子还看得到小朋友们 在池里开心地游泳 秋天到了 放晚暑假的小朋友们 开始上学 白天变短了 晚上变冷了 外头啊 开始降霜 树叶也被染成了 金黄色橘色或红色了 才刚秋歌结束 又要开始摘苹果 小房子啊 站在秋林上 静静地看着这些景物 接着是冬天 晚上更长了 白天更短了 房子四周是一片雪白 小朋友们不是成雪橇 就是滑雪溜冰 一年一年的过去 啊 苹果树变老了 孩子们啊 也都长大进城去了 每到晚上啊 小房子就觉得城里的灯光 比以前更近更亮了 有一天 在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上 出现了不用马的汽车 让小房子吓了一跳 不久 这种汽车啊 开始多了起来 而马车则变得越来越少 没多久 来了许多拿着测量仪器的人们 在小房子前面 开始测量起来 然后 怪兽来了 缠走了 缠走了丘陵上的小厨局 开始造路 接着是一辆又一辆的卡车 倒出了大石子 小石子 瀝青和沙子 最后是一辆压路机 将这些东西 将这些东西全都铲平 于是 一条宽大的马路 就出现了 现在 小房子前面 开始有汽车 有卡车 在城里 村里 来来去去 道路的两旁 又盖了许多的房子 还开了小商店 跟加油站 于是 人们和车子 都变得比以前 更忙碌了 后来呢 稻田里面 又陆陆续续 开了好几条路 小房子 也被一大堆的房子 公寓 国民住宅 学校 商店 停车场 给重重包围 现在已经没有人 要住在小房子里了 也没有人 要替他打扫 因为即使有人出钱 也不能把小房子卖掉 所以 小房子 只好每天 乖乖地站在原位 东看西看 即使是晚上 小房子的四周 也是不得安宁 城里的灯 变得好近好亮 就连小房子 前面的路灯 也是整晚都亮着 小房子想 这里已经变成城市了 但是 小房子老是觉得 城市实在 不怎么讨他喜欢 城里既没有 雏菊花开 也没有在夜里 跳舞的苹果树 很快的 小房子前面 开始有电车在跑 即使是夜晚 还是有电车 来来去去 来来去去 每一个人看起来 都是好忙好忙的样子 他们总是匆匆忙忙的 赶来赶去 没多久 人们在小房子的前面 架起了高架铁轨 火车在小房子的头顶上 也来来去去 空气中满是灰尘和油烟 每当火车一过呢 小房子就开始闹地震 什么时候 春夏秋冬来过 小房子也不知道 一年到头 每天都是一个样子 不久 小房子的地底下 开始有地下铁的火车在跑 小房子看不到地下铁 但是地面会震动 而且声音好大 人们比以前更忙了 他们来来去去 来来去去 没有人注意到小房子 他们全都行色匆匆 根本没人要多看他一眼 不久 一群人把小房子 周围的公寓跟国民住宅 全都弄倒 然后开始在两旁挖地下室 一边挖了地下三楼 另一边挖了地下四楼 当地下室挖好以后 人们又在上面架起了新大楼的钢架 钢架朝着天空一直一直延伸 盖好的大楼啊 一边是二十五层 另一边是三十五层 这么一来 小房子只有在中午才看得到太阳 晚上既看不到星星 也看不到月亮 因为城里的灯火实在是太亮了 小房子觉得他不喜欢住在城里 所以每到晚上 他都梦见乡下 在乡下 小厨局和苹果树都在月光下跳舞 小房子好伤心 好寂寞 他的油漆剥落 看起来又脏又臭 他的窗户坏了 门也歪歪地挂着 小房子变得一副穷酸样 虽然他的墙跟屋顶 还是和以前一样坚固 在某一个春天的早晨 一男一女带着小男孩跟小女孩 走过小房子前面 这个女的不像大家一样匆匆走过 她却回过头来 一直看着这破旧的小房子 这个女的就是盖小房子那个人的 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 她对她的丈夫说 这间房子和奶奶小时候住的房子 一模一样 但是我记得那房子在乡下 丘陵上还有橱菊和苹果树 经过调查 原来这间小房子 就是她奶奶住过的那间房子 于是他们请搬家公司 帮忙把小房子给搬走 搬家公司的人 看见小房子便仔细检查了一遍 他们说 哎 这是一个很坚固的房子 看你要搬到哪儿都没问题 于是他们用吊车把小房子吊起来 再用拖车把小房子给拖走 所有的行人跟车子都停下来 目送小房子慢慢离去 小房子最开始以为搬家好可怕 但是他很快就习惯了 而且觉得很好玩 他们摇摇摆摆地经过了大路和小路 等见到乡下以后 小房子看见了绿色的草 听到了小鸟的叫声 他就不再感到伤心了 他们到处转来转去 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 在试了好几个地点之后啊 最后大家在草原的正中间 发现了一个小小的丘陵 而且旁边还有好几棵苹果树呢 那个孙子的孙子的孙子说 太好了 这个地方太棒了 小房子也偷偷地说 嗯 这里好 于是大家在丘陵上挖了个地下室 然后慢慢地把小房子移到了上头 窗子和门都修好了 就连外墙也涂上了和以前一样的漂亮的粉红色 站在新的丘陵上 小房子高兴地笑了 小房子可以看到太阳 月亮和星星 而且它可以依照次序 欣赏春夏秋冬的来临 小房子又有人住了 又有人来照顾它 它再也不想知道城里的任何事 它再也不想住在城里面了 小房子的头顶上有星星出来了 一弯星月也出来了 现在啊 是春天 乡下的四处都好安静 好平和 好了 小耳朵 你有没有见过什么样的老房子 可能是古迹啊 或者是爷爷奶奶的房子 在你印象中 它是什么样子呢 或者它有什么故事 来底下留言 跟华爸分享一下吧 我们留言里见 晚安